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干豆腐卷肉好吃做法,营养丰富,做法非常简单,出锅大人孩子特别喜欢,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几张豆腐皮,再将豆腐皮从中间切开,切开的豆腐皮放入大盆中。 加入刚烧开的热水,将豆腐皮烫一下,烫过的豆腐皮可以去除豆腥味。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,将生姜切成片。切好的生姜放入碗中,再加入一个小葱结,再加入适量的温水。 用力抓捏出葱姜的汁水,抓捏出葱姜汁之后,放一旁腌制10分钟。 接下来准备一块3分为7分瘦的猪肉。 将猪肉先切成片,切好的猪肉放入绞肉机里,盖上盖子。 将猪肉给它打成肉末,这里不需要搅得太碎。 搅成这种有点颗粒就可以了。 将打好的肉馅放入大碗中,然后分次加入葱姜汁。 再用筷子向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这个葱姜汁要分次加入。 每次加入之后,肉质能够完全地吸收,之后再次加入葱姜汁。 加入葱姜汁可以有效地去腥增香,拌出的肉馅也会更加地鲜嫩多汁。 继续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最后搅至肉馅有一点发黏。 像这种状态就完全可以了。 现在开始调味加入适量的湿盐,一勺即净。 适量的花椒粉,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,一点老抽提色,再加入适量的蚝油。 最后用筷子给它充分搅拌均匀,让料汁和肉馅充分融合到一起。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,将韭菜的根部切掉不要,再将韭菜切碎,这里也可以换成小葱。 切好的韭菜放入肉馅里,继续用筷子炒一个方向,搅拌均匀。 然后肉馅和韭菜充分融合。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小末香油增香。 再次搅拌均匀,哇,现在的肉馅已经非常的香了。 取出一张准备好的豆腐皮,放入拌好的馅料,再用筷子给它平铺均匀。 这里肉馅不需要放得太多,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 平铺均匀之后,然后从底向上给它卷起来,这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,这样一个豆腐皮肉卷就做好了。 把卷好的豆腐皮全部放入盘中,然后凉水放入蒸锅。 盖上盖子,开大火上去之后,计时蒸20分钟。 下面准备几斑大蒜,将大蒜先切成片,然后改刀切成蒜末,切成这种比较细密的蒜末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切好的蒜末放入小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调个料汁,碗中加入多一点的番茄酱,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,适量的陈醋。 再加入少许蚝油,加入一勺白糖提鲜,再加入一勺干淀粉。 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次搅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之后,先放在一旁备用。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,豆腐皮肉卷也已经蒸好了。 给它取出来,炒锅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油热之后,下入蒜末。 用铲子快速翻炒,炒出蒜香味,炒香之后把料汁加进来。 用铲子不停地给它搅动,开大火煮开,将汤汁煮至粘稠,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,然后离火出锅。 现在的豆腐肉卷已经凉至不烫熟了,给它切成约一纸宽的肉卷。 然后给它整齐地摆放在盘中,再加入刚烧好的料汁。 哇,真的是太香了,太有食欲了。 将料汁均匀地给它平护在肉卷上。 最后再撒上点迷人的小葱花点缀一下,再撒点白芝麻增香。 这样一道豆腐肉卷就做好了。 咸香入味,特别的好吃。 营养丰富,简单又美味,喜欢就做给家人试试吧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,关注加留言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